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五间总结》 首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大致 A股上午收了市 走势一样的 深圣指跌了近100点 收报在10216点 上升指数跌23点 收报在2904点 至于深圣指跌25点 收报在3138点 我们股市端午至上星期 假期之后 今天就服市 市场除了关注这个星期三 MACI会不会把A股 纳入MACI的新兴市场指数之外 看到今早已经公布了一些数据 这一节就跟我们的分析员 我们的研究部经理 Jason就跟我们谈谈 今天A股方面的走势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看见今天公布了一些数据方面 看见都OK的 通计局就说 其中5月份的 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增长6% 都跟上个月 即4月份是持平 那你对于这些数据 你又怎样看 是的 见到数据面上 今次出来的表现 就略略差一个预期 例如刚刚提到 工业增加值6% 就不是说算特别高 因为都看回 在两个月之前 当时出来的数据 都是6.5%流上 至于今次最令人失望 都可以说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见到今次出来的数据 增长就低了10% 比起初四个月来说 数据10.5%来说 都可以说跌得相当之重要 当中都可能是因为 房地产的开发投资 增长放慢了 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再加上零售销售方面 今次出来的数据 就是增长10% 同样地都是差的 对上个月的数据 这三个数据出来之后 都令到人们继续担心 内地整体的经济增长 会不会还有个放缓的风险 在上星期见到 进出口的数据方面 都不算特别标青 再加上 未来都会出新增贷款 社会融资规模等等的数据 同样地都是有些隐诱 所以在数据面上 未见到有很大的惊喜 以及仍然略略差 市场预期 对于A股方面 仍然会带来短线的压力 对于MAC 会不会将A股 纳入新兴市场 从来这个消息 你又怎样看呢 就是觉得 纳入之后 会不会对A股 有一个很大的憧憬的效果呢 但是呢 有些分析又说 即使是纳入也好 觉得 流入A股的资金 其实都是介乎 150至160亿美元左右 可能成效又一样 是的 你说纳入倒也算是这样的了 当然一开始的比重 就未必说太高了 大家现在都估 可能都是大概5%左右 都属于一个叫做市场预期内的消息 但是我最怕的结果是什么呢 可能到最后呢 就直接可能连纳入都 是纳入不了 即是跟上年的结果一样的时候 可能市场上 失望的情绪会更加大 因为在过去那几个礼拜 都有不少的大行都出一些报告 都预期就说 今年纳入的几率 是去到整七成至八成的 当大家都一面倒 觉得今次一定是可以 纳入得到的时候 那会不会最后有个爆冷的情况 特别就是说 在上个星期尾 都见到 就说内地方面有些媒体 都说到 就说今次在这个MSCI 纳入与否 大家都只能够抱一个平常心 一个叫做中庸的态度 就不要说真的太过兴奋 那既然你说在结果公布之前 有这一方面的消息 来到就是有个公布 那可能某程度上 都给了个讯息市场 就说今次 的而且确有个暗涌存在 那如果你说到最后 就是MSCI 连今年都未考虑 立入A股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令到部分一些 就是之前经过是 互港通 或者是QV方面 进入A股市场的资金 都会慢慢有机会 撤走 那对于内地的股市 都可能会有更加大的回通压力 那对于港股 来说同样地 就是看到在上星期五下跌了一层下来之后 今天都是有个相当大的裂口 再跌到五百多点 那当然除了MSCI这个因素之外 亦都是担心英国脱欧的问题 因为见到这一段时间 英国方面做的民调 都是见到 就是赞成脱欧那边的阵营 都开始是领先 就是赞成流欧那边的阵营 暂时上面两万零七百点左右的阻力 都会是比较大一点 那其中 因为脱欧的公投日日子迫近 都造成一个港股可能短期的影响因素 其中会不会影响南售股 譬如会控方面会大一点 因为见到会控都说 会可能将数以千计的员工搬去巴黎 那会不会这些金融股的板法影响会比较大 是的 那看回在这两天 都有很多的报道 就说欧洲的一些银行 不单是英国的 甚至乎你说其他的德国 法国银行 本身在英国有分公司的 或者可能在英国方面 有些投资业务的那些银行 都说考虑 一旦英国脱欧 都会是部署将那些资金慢慢迁走 甚至乎可能是 直接做一个迁册的行动 那对于你说回控来说 或者渣打这些 就是以英国业务作为重点的银行来计 影响就更加会是大的 一来就说他们要部署的撤走 就不是说一时三刻可以做得到 那二来就说 如果当英国真的脱欧 令到英镑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出现一个可能5-10%的贬值 那对于英国方面的收入 都自然会有很大的 匯队上面的亏损 甚至乎如果你说 在英国方面有一些示威 或者有一些整体的效应 令到整个金融市场转叉 那对于回控 或者对于渣打方面 同样地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投资的一个损失 那所以这两个股份 暂时我都觉得 不应该说尖守住 当然你说到最后 会不会真的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事态发展 就说英国方面最后能够是可以留在欧盟呢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来的 但是始终我们在一个投资的市场上面 去到英国公投20多号之前 始终都有一个暗涌在 特别就是说这几天的民调方面 出现的转变是这么大 还有都是比较反面的 是发展居多 那在短线里面 我觉得这一类银行股 仍然都会有个估额存在 好啊 跟随于板法之外 我们看一下个别的股份 见到今天 虽然恒指是跌超过500点 不过都有个别股份是做好的 当中是包括编号2618的TCL通讯 见到他今天就伏牌 跟着现在股价就是急升 现在去到接近2.9上来 更加是创了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就是7.21 那股份呢就是 就提出私有化 就获得这个TCL的集团提出私有化 作价每股就是7.5的现金 就是比起TCL通讯停牌之前的收市价 就有3.4的日利 那股份今早上伏牌 见到升得这么多上来 那你觉得 还会不会有股价 还有上升的空间 还是有些回吐压力呢 是的 那今次提出私有化方面的作价7.5 那现时的价就 仍然是未能够升到个位 那可能某程度上都反映 市场上仍然都有个不确定性 就说未来这个私有化 能不能够顺利去表决呢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今次成功通过的机会应该是较大的 一来就说 今次提出的作价7.5来说 都是属于 就说它在去年方面 集团的市盈率方面 大概去到7.8倍至到8倍 那这个估值 如果你说 计算在现时一些手机股里面 不算是真的便宜的 那特别你说 看本身2618在去年 或者大家对于它在未来这一两年 那个业绩的增长呢 都不是说看得太过乐观了 所以你说今次作价上面 都有整接近是8倍多的PE 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市场来说 都应该收货的 所以你说现阶段 真的去到再薄去私有化成功 上面能够望回7.5的话呢 其实对比现时这个价 都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 但是当然你买的量 就不要说真的太多了 始终面对的风险 就说一旦有什么变数出现的 私有化是通过不了 或者到最后是告吹的话呢 那股价就有机会面临一个 挺大的回套的 但是如果你说比较回 之前有些公司 例如说 长江基建 想着私有化电能方面 当时的作价来计 今次公司提的价呢 我觉得都属于比较进取一些 还有对于市场来说 都能够是较为接受的 所以我自己看 你说这些股份 股价上面 再向上往回7.5的机会 其实都是挺高的 好 多谢你的分析 好时间都差不多了 和Jason你做申报先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 多谢你的分析 看看恒指 现在跌534点 报20508点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